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那这些东西的获制 我们会顺带介绍一下 当然是照着课本的进度 就是介绍望远镜的成长 那这个我们其实已经讨论过 就是如果我们从我们自己的上方 不是我们自己啦 就是说到银河系的差不多正上方 去看的话 银河系大概长得像这个样子 那这个 有人去 在我提醒之后 亲眼去看了仙女座星系的请举手 大概没有啦 不是 有人原来也许有 我已经不记得了 大概也很少 可是有没有人试着去亲眼看到 仙女座星系 台北市现在 假定真的是一个月黑风高的晚上 市区大概有点困难啦 你到郊区大概都还看得到啦 那你如果搞清楚 他还那些女座嘛 搞清楚他的方位以后 其实肉眼就辨认得出来 朦朦朦朦的 那你如果再拿 一个七倍八倍的 比较口径比较大的 双眼望远镜去看的话 可以看得更好一点 好吧这个是 我原来讲说 这个是我们肉眼所见的最远的天体 其实这个 这个并不完全对了 我们等一下会约略题 那所以仙女座星系 就离我们有 250万光年了 那所以这个只是我们的 就是我们要去看这个 我们这个上下四方的时候 当中的一个进一步的结构而已 不过我们很快就发现说 这个至少我们用望远镜去看 看到宇宙主要的结构 好像就是这些星系们 那这边加了一句话说 我们目前看的话 宇宙可看见的星系的数目 跟星系内星星的数目 差不多是一样的 像那个银河系跟仙女座星系 这种比较标准螺旋形的大星系 大概就是 那个几千亿 颗星星了 大概两千亿上下了 那这个数字反正各家不同 那为什么星系是大尺度宇宙的主要成分 那我们今天不一定介绍的完 可是也希望把它理一理 麻烦把这个灯再开关一下 否则的话大概看不清楚 包括 这个灯也关一下好了 那边那个始终拉不下来 好吧至少你字大致看得到了 我们从来没有来这样讲过 不过好像也应该看一看 好我们现在是要把那个我们的眼界 我们其实每天走路就看着地面 是不是 跟只蚂蚁一样 那可是我们现在要把眼界 不断不断不断的放大 所以我们看这个是大家所熟悉的 太阳在这个中心点 上 那我们来复习这些英文 mercury是水星 那你记得就是水银也是用这个字 那这都是原来希腊罗马的神 那Venus 韦纳斯大知道的 金星 这个是天上 除了太阳月亮之外 第三亮的天体 就是我们肉眼可见 我们所处的地球 那一个地球到太阳的距离 你记得一亿五千万公里 叫一个astronomical unit 一个AU 那就是这一边你如果看 这样子的一个距离 那下面这个标的话是万分之一光年 所以你看的话这边有 这一整个大刻度是一万分之一光年 所以一个小刻度是十万分之一光年 那一个AU呢就比十万分之一光年 多一点点而已 所以我们地球离太阳是比十万分之一光年 多一点点 那在地球之外是Mars火星 红色星球战神 维纳斯是美神 是吧 Mercury我们知道它是什么神 信使 信使那不错 不只是信使是很会说话的 你知道它的Mercury 我的希腊拉丁文也不够了 它又叫什么 知不知道 哦希腊的名字叫什么 Mercury好像是好像是罗马的 蛤?Hermes 哇不错 你是什么写的 政治 政治 所以对这些小有研究 呵呵呵呵 好啊 所以大家学点文化修养啊 这是信使 信神啊 就是送信的 不过它其实不只是送信的 它是很很会说话的 不过这跟我们叫它水星 好像也没什么关系 那这四颗叫做地球形行星 或者Terrestrial Planets 就是四颗内行星是 都是石头形的 好 那大概有个铁河 可是水星跟 水星有点小 我们不百分之百确定 可是大概还是会有铁河了 那我们拉出来十倍的距离 你看这里从万分之一光年 这个长度变成了千分之一光年 就到达什么呢 再往外走 那个 所以前面的这一个轨道 火星的这个轨道 是这边这个红色 不是红色 红色好像是个框框嘛 对吧 看不清楚了 所以在这个框框之外 就在这个 这个框框之外的是木星的轨道 Jupiter Jupiter对应于这个 宙斯啦 就是那个希腊的宙斯 好 再往外 Saturn最漂亮的 那个有土星环的 我们也看过的啊 龙神啊 再往外 再往外 Uranus 是那个天王 再往外 Neptun 是海王 海王星 那 Pluto 你看这Pluto的轨道有点奇怪 它不像这样子 像是这种 几乎是同星圆的 它不是啊 Pluto是冥王 那所以冥王星的轨道 你要大 那其实跟海王星差不多多少吧 基本上就是千分之一光年的大小 那如果我们以这个当作那个 呃 传统的太阳系的边缘的话 所以太阳系的 你回到十八九世纪 人们所认为的 好像就是千分之一光年而已 那 我不是而已啦 就是千分之一光年大 哈 那 大概会有一题习题 让你去查考一下 呃 最近几年 冥王星 现在已经不再讲九大行星了哈 那冥王星也不归为 不归类为行星 那这是为什么 你可以看到它的轨道是有点奇特 那 这是为什么我想 很容易讲了 不过你自己去查考一下 哈 所以这个 现在叫八大行星加 加什么 那 传统的九大行星 人们讲了几百年的哈 那可是 如果这是我们的太阳系的话 我们再往外拉哈 到这边的话 到百分之一光年 画起来好像是空无一无 不是的哈 这边是有东西的 其实你再往拉十倍 再往拉十倍 基本上就是什么 没有比Pluto 再大的东西 大概就是Pluto的大小 哈 那 那在这个范围 有所谓的Ort Cloud 是那个彗星的储存库 那可都是很小的东西 都是像冰体的结构 所以呢 我们从冥王星的轨道 一拉就要拉一万倍 才开始看到真正的像太阳的星体 那这边写的这个Alpha Centauri 跟这个Proxima Centauri 那Alpha Centauri是传统上说为 就你如果读老一点的 其实只要通俗一点的书本的话 都会讲说 离我们最近的恒星叫做 人马座Alpha Centauri 其实不是 你看这个Proxima 就已经告诉你说 这个是比较更靠近的 再靠近大概0.2光年左右 那事实上这个Alpha Centauri 它也不是一颗星 通常我们叫做Alpha Centauri AB 就是有两颗 这是一个双星系统 其实我们去看宇宙的话 很多的星 其实很高比例的星 都是双星系统 那双星系统听起来很好 就是你可以看到两个太阳升起 不过对轨道来讲不是很好 因为它会多很多扰动 所以这个就是我们最紧密的环境 那你看这边的尺度是多少呢 这个长度是时光年 那所以每一边五光年 从这里到这里 这边画法也是一样 这边是一个正方形 只是摆在像地面上一样 那你从一个俯视角 看着我们的太阳系 那要到差不多4.2光年左右 才有这个Alpha Centauri OK 那 所以离我们最近的身上 是有三颗这个人马座 那个 这三颗星 所以我们稍微 拉大一点尺度 这个是时光年 那所以如果这是十的话 这是五 那刚才的位置就差不多是这样 这个区域 所以我们只放大个三倍左右 放大三倍左右 就可以开始看到 大概十几二十颗星 那当然你如果再算双星的话 那当然就多个几乎一倍吧 那这边就是有名的天狼星 那天狼星是那个最亮的恒星 最亮的星星啦 金星 金星跟木星都可以比它亮 水星如果你看得到的话 也可以比它亮 不过基本上没有比它再亮的星星 能够指出天狼在哪里的请举手 就说 好了我想这个 这个当然不是课程要求 只是你来修这些的话 人类历来就是不是坐井观天啊 就是在看星星 那这些都是大星啦 应该学会辨认 天狼离猎户座不算太远 所以你能够辨认猎户座 然后你就去找一个会闪的 最亮的 白白的就是天狼 然后那个天狼嘛 事实上中文叫天狼 在英文比较像天狗啦 那个 那所以你如果辨认得出猎户 看得出他的肩膀腰带肩带 就看得出他是一个立体的 一个直立的人在那里的话 这个天狼现在他的脚边的位置 那你会觉得就这个图的画法 这边写的Gloombridge Ross 这两颗好像是最近的 不过我要稍微再教你一下这个图怎么看 你看这边有个虚线 这边这个Gloombridge 有个虚线往上面点 所以这边有一条线拉到这 这条线是什么呢 这边这个同心圆啊 也想的是一个盘面 那就是刚刚讲的放在一个 放在地板上一个平面 然后你从一个俯视角 我在你的地方 你们在看的地方 像是一个俯视角看下去 所以在这个平面上 反正是圆嘛 对不对 所以有各个方向出去 那从这个方向出去 要到达几乎这个 这里是多少呢 这个是五 这个是十 所以几乎要从这个平面出去走 时光年 再往下走这么多 那当然这是一个立体透视了 所以距离 我也不记得 反正这超过时光年了 光看这个你就知道 它是超过时光年 这个Gloombridge Rossi也是 我就没有在那边画了 你要跑到这里 再往下 你要想象那么一个位置 这个是这个图的看法 那所以离那个太阳第二镜 这样好 所以刚刚讲的这个是 比前夜是大了三倍 比那个离太阳第二镜 或者第四镜 看你怎么算 这边有三颗星 是离太阳第一镜的 那那实际上是这个巴纳德星 是离地球 也就是离地球了 第四镜的那个恨星 那你让他看到 这边多半的星都红红的 那红红的这些 然后看起来 它没有画得很大 多半这些画得红红的 像点的是红矮星 那画得比较正常大小 那个颜色 也是标出它们大致可能的温度 像这边这一颗是比较橘色的 那太阳是比较黄色的 那我们今天后半段你会提 我们会提到这些颜色代表的温度 所以这个图有一些这样子的意思在里面 所以在我们周上三十光年之内 没有超过三十颗星 那这个我是不算双星了 可是我们从三十 对不起 三十光年拉到十万光年 那就超过三千多倍 那三千多倍 如果拿一个小孩的大小 因为我们的话都接近两 比较接近两公尺了 一个小四的学生 才一公尺出头 小三了 那你放大三千多倍 我讲过就是玉山的大小 所以从人的尺度 拉到玉山的大小 那在这个图上呢 这边写的 Sun's Location在这个点 就真的在这个图上就是这个点 我没有办法在这里 真正 这个画素也没有那么高 对不对 就是这个箭头的顶端那个点 就是我们前一页所画的 这整个范围 那你愿意算的人可以去估算 你把银河系想成是 这个盘是十万光年 那这是个圆盘 厚度通常当作一万光年 那你就知道说这个 两千亿颗星也不算多 那我们也讲过了 这个不是我们一下就看到说 我们在这样一个转盘上 中间经过 其实到那个Hershaw的时候 十九十八世纪末 十九世纪初的时候 它已经有约略的概念了 可是还是朦朦朦朦朦朦朦的 那基本就是我们看到满天的星 为什么呢 从这个位置看过去 为什么看到银河 因为这个盘面的星特别多 那量各个星的运动 以及量它的距离 这是很繁复的事情 历代的天文学家 很多人就是在做这种测量的工作 那最后 渐渐构出这个图像 那Galaxy这个字 其实就是我们翻的银河 可是Galaxy这个字 现在几乎在英文里 不会再想到银河了 用银河就叫Milky way Galaxy几乎就是我们现在翻的这个星系 所以Galaxy叫银河系也没有错了 所以这个就是 OK再多一点资讯就是 我们太阳在这里 你可以看到这很像是一个漩涡 它的确就是一个漩涡 就像一个台风一样 台风真的是蛮像的 就是这样子的旋转 事实上是很混乱的 我们所在的这个位置 照目前的计算 我们绕这个转一圈 绕这个银河系的中心的话 转一圈大概要两亿多年 可以当作是我们的银河年 那在这个之外 250万光年 是这个 仙女座星系 那 我觉得你应该试试去看 仙女座星系的理由 就是因为 当人看到的 不是这边看到的 人看到的事实上是这个部分 那它的盘面一直大到这个部分 你如果想说仙女座星系有10万光年 距离我们250万光年 你去想想它的张角的话 它是比月亮大好多倍的 那你觉得哇 那你觉得哇月亮好亮好大 那现在天上有个天体 它比月亮的盘面还要大 只是朦朦朦朦朦的 比月亮的亮度差远了 你如果能看到不是也很好吗 所以它是很大很大的 因为离我们 那个它的张开的大小 跟离我们的距离只差25倍而已 你去想一想看 你就可以做个实验嘛 拿一个物体 拉到它的大小的25倍远 看起来像什么样子 那你再想想那个月亮的直径 离我们的距离 这个都不会考了 就是说这个 你可以做这样子的计算 得到一点感觉 好我们从前面的10万光年 然后这边 这个250亿 250万光年 我们拉到整个的距离尺度 到1000万光年 的时候我们看到什么呢 我们这个时候当然都是 以坐标来讲的 我们都是以我们自己所在地 当做坐标的原点 那Andromeda 星系 这边画出来的 第三个画出来 标出来的是这个Triangulum 这个也是肉眼可见的 是我们这个叫做 我翻成本星系群 因为很少人已经再继续翻下去了 Local group 那我们周遭的Local group 也是一样 就是有几十个大大小小的星系 可是大的两个 比较正统的 大型的星系就是 银河系跟仙女座星系 Triangulum galaxy就已经略为不规则了 那在这里的话 你看到事实上 离银河最近的大小麦哲伦 在这个图上没有标出来 那也是肉眼可见 佛游迈球人怎么会名字留在那儿 对吧 是西方人到了南半球见到了 所以就命名了 在北半球是见不到的 所以银河系跟仙女座星系 就是这个所谓本星系群的主体 可是有很多大大小小的 他们彼此有重力的吸引 是在互相转 那事实上 告诉你一个不是特别好的消息 银河系跟仙女座星系 在走向对撞 不过还很久了 所以你自己个人不用担心 你也不用担心你的小孩 所以这是一千万光年 那你如果去回想的话 我们离地球 地球离太阳的距离 是十万分之一光年 所以我们已经拉到多大的倍率了 所以这一个 这些星系的团来讲 我们如果看过去 我这边抓了两个 有点像会看起来 就如果我们拉到相同的距离 或者从他们看我们 就有点 有银河系 有仙女座星系 那第三大的有这个triangulum 就会有点像这个样 当然这一个 不是一个真正的圆盘形的星系了 所以没有什么特别的 你如果回想这个天文学跟西方宗教史的话 那这个是越来越看到说 我们所处的位置并没有特殊性 所以在这里 如果从一千万光年 拉到这个两亿光年的大小范围 那我们刚才前面的范围就只有这么大 所以的确 我们这个位置 你这周遭任何一点看过去 没有什么特殊性 比较特殊的 也许是这个区域 那我们的这个叫做local supercluster 那在supercluster之前有cluster 那我们的这个supercluster 的最显著的就是这个vergal cluster 的确是比较浓 如果我们在那里 你想象说我们的银河系 在这个不是 这一点点都是新系了 不再是新兴了 如果我们的银河系 是在vergal cluster里面 你还会说 你看我们多重要 我们在一个密集的银河群里面 那不仅如此啊 你如果能够进去放大的看 搞清楚的话 你可以想一下那个天 想象那个天空是什么 如果周遭到处都是 像仙女座星系那样子的 虽然不是特别亮 可是因为很多 你很容易就看 而且觉得说 天上怎么到处都鬼鬼的 朦朦朦朦的 感觉是跟我们地球是不一样 那vergal看得出来的 virgin的字根啊 所以vergal cluster 是女座 那因为vergal cluster 是我们这个两亿光年之内 最显著的一个虫集 那所以我们这个超虫集 超新系虫 又叫做vergal supercluster 当我们讲local的时候 就好像说是什么叫local 对不对 那除了也许除了台北市之外 台湾什么地方是具代表性的 那都是区域 那这边可以看得出来 他第二第三大的是对面的 FORNAX跟跟什么 那都是相对比较密了 好所以这是两亿光年的大小 我们再往外拉 拉大2.5倍 那vergal cluster 只不过是这里一个 也不算特别显著了 因为四处都有 可是以结构来讲 我们看到我们的雨 上下四方 我们现在还是以 我们的位置做坐标 可是我们这个位置实在是 没有特殊之处 比较特殊的像是什么呢 我这边标出来的 walls这边写的 那个这边这边各个wall 那wall其实我没有仔细去探究了 我记得原早先还有说叫做万里长城 那番法不好 他就是greatwall 你可以看到出来 这边好像有一个带状的东西这样过来 那叫做wall 那另外就是 可能也很特殊的就是有空洞 空洞给一个是什么感觉 像是一个泡泡 像一团东西 这样子它有个表面 那这边呢 是中空的 那这些像是表面 那filament 像这个像是一个丝状的结构 好像拉出去的东西 所以呢 简单的讲 这宇宙好像像是泡沫状的 泡沫状 你想说 看那个泡沫 在泡沫泡沫接触的地方 有的时候会有比较密集的 脏脏的东西 有点像那个吧 好像是这些还相对比较 但你可以说地球广义的来讲 是从vergo cluster延伸过来的 这种walls跟filament的延伸 可是是尾巴的部分 不是主体的部分 如果我们真正位在void里 那还说我们真的很独特 周围都没有 是不是 我们再拉大两倍 发现结构没有改变 只是呢 有可能更大型一点的walls voids and filaments 那令人惊讶的就是 十亿光年真的是不得了了 你说那个 在Herschel的时代要怎么去想象呢 当他那个时候 他那个时候因为还没有光谱学 所以这个 那个仙女座大星系还不知道 就是一个 那时候你记得原来的原因 像我通常都还称仙女座大星云 很多人还是这么称 因为它是历史名词 Andromeda Nebula The Great Nebula of Andromeda 那是经过了 各种技术等等 人们知道了Andromeda是星系 那那也不过250万光年 我们现在已经拉到 这张图的话 拉到十亿光年 那我们再拉大十倍 我们前面的这个范围 就差不多像这样子而已 那我这边标出来的 出现一个令人惊讶的事情 就是 在十亿光年之内 我们看到就是 像这种重极的结构 那太阳算不算是个重极 反正它是一个基本 星系里的基本物体 那星系 这个字 就是一个系极 就集结在一起 那 星系是宇宙的 相似基本单位 那可是呢 这个星系本身会有 这些重极 你如果去看的话 对不对 从 local group不算什么 几乎不能算是一个基本结构 它只是随意定义的一个范围 那可是像vergo cluster 这种星系的重极 就比较有待解释了 说 为什么是这样 而不是那样 那 那如果说 离开超新系虫的结构 我们看到 有一些进一步的结构 我们像 不想说像泡泡 那这个泡泡的结构怎么来的 为什么会形成filament 那在 五亿十亿 二十亿光年 就是这样的结构 没想到这样的结构 就重复 没有任何一点 看起来像是特殊的 那一百四十亿光年 差不多就是我们 可观测到的宇宙 也许还可以再扩展 可是差不多就是 边际了 这个所谓的宇宙的边际 宇宙有没有边际 我们以后再来讨论 我在下面标出来说 我们并不是在宇宙中央 我们这边画的是一个随机的 坐标系统 只因为我们在讨论 不是这个Vulkan的心的人在讨论 这个喜欢看这个 那个叫什么 那个 Star Trek的 在你们这个年代 可能已经比较少了 没有这一种Star Trek 但是你们老爸老妈也许 也许有回去问问看 刚讲Vulkan没有人有反应 好吧 你照看也许觉得说 好了我就累积了一些知识 可是 这带入一个问题 为什么我拿这样子一个范围的镜子的话 我到处去跑 我再往它缩小 我看到一些结构 那些结构需要解释 可是为什么 在这个大范围之内 宇宙是决的均匀的 没有新的进一步的结构 直接像颗粒状 像有丝外连结 中间有空洞 这一个结构是我们前两月介绍的 那这是颇令人惊讶的 那也是因为我们几乎 已经到达了可见宇宙的尽头 那得到这样子的一个结论 这边介绍一个 其实也不能讲介绍 因为我觉得这个介绍比较困难 不过你可能听过读过 那从来没有听过读过 你就在这里第一次 因为书上有题 假定我们的宇宙是一个fractal 那中文翻成碎形 你去看里面的结构是什么呢 看在这里是六七颗东西 七八颗东西集结在一起 那三团集结成这一团 这边这三团又集结成这一团 这三团又集结成这一团 这边好像四五个集结成一团 那像这一种的结构 你可以找到一个简单的数学的formular 就把它描述出来 可以把它产生出来 那你fractal可以付 不过我们不往下继续介绍fractal 这张图是书上的 只是告诉你说 宇宙似乎不是这样 在局部有一点点像 有一些的团 可是不是像这样的fractal 不过我想这个对可能有 三分之二以上的同学 这个是蛮难讨论的 所以我就有兴趣了 你去看看书里的讨论 我想书里的介绍也不能让你真正了解了 那我们就列过这个部分 好我们现在接触到 不得了的大宇宙 宇宙的大尺度结构 远远远远远超过你的 你能想一下这个 我们讲的只是数字了 140亿光年 我们就叫你算过这个 十万光年 就是银河系的大小 要多少个人生来完成 那当然跟我们 噴射机的速度有关 可是因为光速是有限的 所以140亿光年就是 即使光要走 叫140亿年 那超过 不要说人类了 超过地球上生命的尺度 所以我们在讲的这个 我想我还是要抢了 你作为人可以去抓握这样子的想法 虽然不能完全掌握 可是可以去试着 handle 不可思议 我在那边加一个 这也是书上抄下来的 之所以可以有宇宙学 那如果我们看到的宇宙 不是往下推是这样的 这个宇宙学是无止境的 那可是突然间宇宙学 就是到了大概20世纪 中叶之前左右开始 宇宙学有一个改变 就是发现出这个 大尺度的宇宙 这个均匀性 它本身是有进一步的可理解 可处理性 它很像什么呢 就是我们那个镜头 有点像是 你在太平洋 你从某一个岛的附近 波涛起伏 你把镜头不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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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拉远 到最后你发现 如果我们把那些岛拿去的话 就是汪洋一片 那也许有更大的浪 你知道吗 更大的浪的出现 就是因为有什么海沟啊 陆地啊等等 所以是有边缘结构 如果整个大洋没有边缘结构的话 就像是我们的宇宙 有小浪中浪 可是大到一定的地步 没有浪大到整个 整个太平洋大小的浪 那可是你看地图的话 你如果看很局部 你会看到说有小溪 有河 大一点 有大河 大山 那可是你如果 在喜马拉雅山不远处 可是中间隔着小山挡着 不是小山啊 一千公尺的山挡着 那你没有文字没有传递的话 你可能突然间翻过了山头 发现有这么大的山在那 那我们的宇宙不像那样子 我们当然你可以说 也许在我们的 observable universe之外 是不是变成这样 那我们不知道 可是在我们所能看到的最大的尺度 它不像 它反而简单化了 像是个大洋 而不像是一个山区的 有高山的结构的地图 这个反正从书上抄下来的 我只是这样子解释了 那我们要顺带的 开始引入这个宇宙膨胀 跟相关的哈勃定律 那这时候我要告诉你 这不是骗你的 可是这个这整个图像是一个假象图 所以我们要退一步说 我们在这边弄了两个惊叹号 说这个宇宙的大尺度结构 像是这个样子 没有什么结构 或者说有了 可是你如果范围稍微 你又稍微模糊化一点的话 它就是没有看到大型结构 没有一个东西从这里延伸到这里 然后这边转一圈 或者什么地方特别密 那我们如果告诉你说 我们对宇宙还没有这么了解 这是一个假象图 那我们如何得知 我们如何推断呢 这个你们稍微用点心来跟随这边的讨论 这个2DF Galaxy Registive Survey 翻成中文 2Degree Field 两度的视野 星系的 红卫仪的勘察 哇这个听起来有点累 也没那么困难 不过这个图要费点思量 所以这个2DF就是2Degree Field 那这个叫做阴二望远镜 Australian Telescope 所以你就看到说 如果这里写北极 这里写南极 那显然这个就是所谓的赤道了 那这个是在南半球去看 那这个图你照看说好吗 就是一个图 好像是某种的特殊投影 没有错 我们再稍微介绍一下 这个是全天球的图 把整个的天球 我们站在地球 你拿一个地球仪 我这边如果摆一个地球仪 你就想说我在台北 对不对 那你沿着台北 地平面做一个切面的话 切面之下就在我们的地平线之下 是我们看不到的 所以我们往上看 周遭看到的 只是一个局部的范围 可是一些想象 整个天空的全体的投影 那是这个图的精神 这是一个全天球的图 可是它是一个 怎么一个全天球的图呢 就跟我们平常看一样 我们说你去怎么样看 找到北极星 对不对 找那个什么斗标 不是斗标啦 那个 那个 我们这里不教你 怎么去找北极星啦 不难 有两个找法很容易记得 那我们说北极星所在的位置是北极 那那个其实也是想象这个 North Pole 可这个North Pole对应于什么呢 对应于其实对应于地球的自转 对不对 北极星因为 为什么叫 忘了那个中文叫什么 反正就是它不转 它不动 大家都绕着它转 为什么 因为这个就像是地球的自转轴的一个想象 不是这个啦 这个是一个天球图 北极跟南极是这样定出来的 然后赤道 所以这个就是赤道的投影 可是是 你就想说整个天球是一个球面 投影到这一个像椭圆体上 所以南北极 赤道 那想象说北极星是 阳角 几乎23.5度 虽然不是百分之百准确 对台北来讲 那就是像我们讲的 这边讲的这个北极这一点 就像是北极星所在的位置 可是呢 接下来就困难一点 你这边看到这个绿色这个弧线 基本上是银河面 你说银河面怎么会是这样弯曲的 在天上不会是弯曲 你就看到就是一条 很长的 你如果天后够好的话 可银河是一个盘面 可是因为这是一个投影 所以到这里就扭曲了 那可是因为这边是一个盘面 你要想成这是在天球上的一个直线 那这边是银河北极 这边是银河南极 你就想象我们前面讲的这个盘面 那我想我们在这里不可能教你这些 桌标系统这怎么弯曲啊等等 我只让你学习理解体会 这样就好了啊 那我们来继续来理解体会 标题叫做二度视野 那这边标出来的 2DF fields是这个小圈圈 有两种大小不同的圈圈 为什么你看的话 这一边的圈圈大一点 这一边的圈圈小一点 那这又是一个视野的问题 那所以在天球上 也许这个地方还等一下再来解释 拿这边一个小圈圈来讲 它就是一个两度张角 这边有个望远镜对不对 这个望远镜看出去 通常镜头都是圆形的 所以是一个圆形的两度的 我们叫立体张角吧 好那这两块我们来解释一下 显然的你看到说 这两个区域 这个我用这两个密集的圈圈的区域 是远离银河盘面的 那为什么呢 因为星星越往银河盘面就越密集 所以我要做 我还没有说明这个红卫仪勘查 究竟在干什么 我们在不断地解释名词 那基本上我要 可以看到我要找星系的红卫仪 那我要做这个工作的时候 我要尽量避免 避免星星 所以我尽量往远离银河的方向去看 所以这两块选的 你可以看位置的话 还以南半球来讲 他应该往这里稍微北一点 以南半球来讲 蛮接近银河平面的南北极 你没有办法完全掌握没有关系 我们就这样解释 这目的就是要做那个星系的勘察 然后呢 这边有个照样机 你就在两角 两度的视野范围之内 两度听起来 这个看起来很伟大对不对 可是两度的视野在全天球上 已经比月亮大好几倍了 那去拍相片 然后把那个相片 那个影像 做分析 做什么分析 做红卫仪分析 我们进一步来解释名词 这边看到我写个 3h到22h是什么呢 h就是hour 那就是你仔细去看的话 这边是零hour 3hour 糟糕 我觉得 3 sorry 这边是零hour 零hour是任意定的 大概又是什么 那个 那个叫什么 greenwich 所以这边是零hour 那hour你就知道了 一天24小时 零就是24 对不对 所以零 往左边 3hour 6hour 9 12 15 18 这边就是18 这边的18 跟这边是同一点 然后到这边是21 再加3 是24 24就归零 那所以 我们拿 地球24小时转一圈 所以我以地球 每小时跑的角度范围 来 所以每小时15度嘛 对不对 360度 所以一个hour就是15度 那这你去看了 这边是 这个边 这一团 我要把这个 这个角度范围之内 每两度的张角 我要设法去做这个 survey嘛 那 这个虚线啊 这个叫做 如果这个叫做赤道 这个赤道对应于我们 我们赤道在天球上的投影 那这个就是 叫做赤金 这个叫做赤尾 赤尾是declination 这边有写了 赤尾是declination 就这边看 30度 60度 90度 北极南极是正负90度 那那个 那个 呃 赤金啊 以赤道坐标系统 做的精度叫做 right extension 好吧 这些你也不用挤 这个是 只是 我在解释 这个上面所写的 那这边写的 galactic equator 就这边写的 银河面 啊 所以你看说这个 前面讲的 零度是任意定的 那赤道上的零度 是任意定的 大概就是 好不管了 就才定了一个零度 赤金的零度 那这边的话 是三度左右的位置 不是 三十左右的位置 然后延伸到这里什么呢 零就是24 这边是21的话 你想象是有23 22 21 所以这个比较接近 22 所以看到我这边写的 3H到22H 就是从这里 到这里的 赤金的范围 那3H乘以15 所以是45度 那22是什么呢 从24算过来 两个小时 所以是30度 是这个横向 精度方向的范围 那同理呢 这边是写 18度左右 到10度左右 这个是 就是这个计划 一个蛮大型的计划 一个蛮大型的计划 Survey的范围 那重点不只是这样拍这个相片 是要做这个红卫仪的勘察 是非常绝对要电脑化的 这勘察出来是这样 那我们在这里先看的话 是他的这个距离的尺度 这边就前面讲的 30到22时 你再回来看的话 30到22时 30在这里 22时在这里 我们先只看这个距离的尺度 那怎么讲呢 是借着这个红卫仪的勘察 我还没有好好的解释 我们解释过红卫仪 上禮拜 行动考也考了 那可是 今天我们先避开那一点 而是说 借着这个勘察 这个Survey 我们看到说 在这个角度方向 在五亿光年 看 勘察各种不同的距离 标出各个星系 我要看 我要找到的是星系 不是星星 没有星星离五亿光年 五亿光年远的星星 是很难鉴别出来的 除非是超星星 五亿光年 十亿光年 十五亿光年 二十亿光年 所以在十亿光年之内 还可以看到这些团状 线状 空洞等等的结构 可是到更远的时候 我们是借着这样子的勘察 得到结论说 宇宙在大尺度 是均匀的 但可以看到这样的工作 并不简单 所以我说这个是一个假想图 是因为我们 这个勘察是很繁复的 而且照刚才写的话 这个图上所写的 只不过到二十亿光年而已 所以二十亿光年 这个是五亿光年 所以二十亿光年就延伸到这里 然后我们只勘察了 某一个角度的范围 然后你如果再回来看这个图的话 我这边这个角度的张角 刚才算了是多少 75度 你如果看这里的话 这个角度金度有75度 可是纬度事实上看起来只有 可能只有十来度15度左右 所以就全天的勘察来讲 还是一个很小的范围 关于这个有没有问题 应该是说这个图也许 你消化吸收理解一下 考不考不是重点 而是说你要知道这里在讲什么的话 你要去体会 人类怎么去做这个研究 什么得到这样子的结论 沾一点边的话 显然这个还在进行中 显然技术可以继续的改进 等等 那就是这样子 我们在更大的范围 没有看到出现 这边好更 就是从这里延伸到这里 一个更大的集团 到二十亿光年的尺度 没有更大的集团出现 没有超超超星系重 所以我们得到这个均匀性的结论 是勘察了部分的宇宙 我还是没有解释这个 我们并不是在宇宙的中央了 那这个是勘察不同的距离 勘察到一定的远 发现以星系来看 有这种 其实这边像点状的东西 就是像超新系重 那像点状的延伸 就是前面讲的Wall of filament 可是并没有在 有这个超新系重的重击 那重点在这里 好了所以这个研究还没有做完 那有另外一个角度来看 你看这边的标题是这个 Hubble Deep Field Deep Field的意思是什么呢 越远的星体 我们假定说银河的星系 长得差不多 亮度差不多的话 那它的亮度随平方反比 对不对 所以越远的星系 它就越不亮 所以叫Deep Field 什么叫深景呢 就是 这是一个太空望远镜 右下角标出来的 它就固定在一个方向上 要拍摄很久很久的时间 才可以让越远方的 暗淡的星系显影出来 那这边写的是 小于满月盘面的1% 这一个角度 这是天上的一个角度 那这个是 这是1996年 看的北半球 这是1998年 看的南半球 大概都会是远离银河盘面的方向 平着肉眼你会觉得说 好像左边比较密 不过你去看的话 这是一颗星 这一边这个我不敢确定 不过你把这些星拿掉 你可以试着去数 你把这些星系的大小约略归类 你说某一类大小的 你去数几颗 左右去数 那我们可以得到下面的结论 就是 这个方向 唯一的规划就是减少星星在里面出现 是要远离银河盘面 可是在南北任取方向 我尽量能够看得远 这是deep field的意思 那我看到这个 这些星系的大小分布树木 这个北边南边 没有明显的差距 那这是另外一个角度来看 在方向上的分布 宇宙看起来在很远的地方是均匀的 没有说我在某一个方向看 就在这里出现一大团东西非常的密 特别是远的地方 我们在这里休息一下 好吧我想这个 这个survey本身工作怎么进行等等 可能还是相对复杂一点 看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 什么地方不理解的 我可以再说法讲清楚 哦怎么样 就是那个 那个作为 他用出来的团吧 他那个深浅带额 咳咳咳咳咳咳 知道这个有趣的问题 这个深浅 我也不确定 你要不要追着追踪一下 帮我们解释 你所讲的是说 这边看起来颜色比较深 然后就 我 我其实没办法回答这个 呃 因为我没有去追究 所以没办法回答 所以 还有别的问题吗 一问就参邦了 哦 关于这个survey本身 有没有问题 我想这个 两度的视野啊 你其实不需要在意嘛 这边真正讲的就是 在这个范围内 以及 几乎相反的 这个范围内 那两度只不过是 要让他可以把他 把这个 这一个脚方位啊 全盘能够 勘察出来 那 我们接下来可能还是要稍微说明一下 这个 红卫仪的事情 那 关于这个应该没有太大的问题 虽然 我跟你讲 就是说 因为这个心跟 这一个在一起 你会感觉这边好像比右边密一点 那一部分是视觉效果啦 你真的去算的话 像这种大小的 你去算 他其实就是 其实非常接近的 好 我们来介绍一下 还是要没有办法真正的深入 可是 你在这边看到这个图上啊 我们刚才强调了这个距离的概念 说在这里 你可以讲说 这边一个角 这边是五亿光年 看到十亿光年 一直看到二十亿光年 那可是 其实上面有一个标记啊 是写的 Red Ship 红卫仪 反正他就是在勘察红卫仪 这个工作一定要自动化 就是说你要把 你要设法去 有办法鉴别出一颗一个一个的星系 那星系不是星星 然后呢要量到他的所谓的红卫仪 所以这是一个做光谱学的工作 那一定是要自动化的 所以你看到说这边有一个红卫仪跟这个距离的一个线性的关联 这边0.5对这个0.05 1对0.1 1.5对0.15 那详细的我们也不解释了 刚才的话就是什么 有个线性的关系就是什么呢 我们在这个图上标出来的那个量的距离 跟所测量 我们没有讲怎么测量红卫仪 我们等一下约柳来提一下 这门关一下 那边好像比较大声 可以看到红卫仪跟距离是成正比的 那我们再复习一下红卫仪 那红卫仪是从 基本上是一个都不乐效应 那为什么叫红卫仪 为什么要去量红卫仪呢 就是如果你就想这边 我知道这边是某一颗星系 那我只限定那一个星系发出来的光 我去量 当我要鉴别这是怎么样的星系 它平常这样子的星系 它的光谱该是怎么样子 那我要去量它 是跟你所知道的是变蓝了还是变红了 这个概念我们提过 用的就是都不乐效应 就是如果它 当我们这边讲的是红卫仪 所以是它是在远离我们的 以一个高速在远离我们 的时候我们就会看到某一种类型 譬如说那个 像我们的银河系 或仙女座大星系 这一种银河系 它的一般的光谱 它样子都很像 只是一起偏向红了 那这就是都不乐效应 那你回想都不乐效应的话 这红啊蓝的你如果想不清楚 你再回想直接的经验 一个救护车 红卫仪的概念 我们复习都不乐效应在在光学上 是怎么样子 那红卫仪这个字的出来就是红卫 它往红移了多少 那你光卫学了解的话 你知道一个基本的结构 那它整体移动了多少 那显然这边这个数字 0.05 0.1 我们没有在这里定义 那我也不在这里定义 只是这个红卫仪这个测量 这个survey 它要测量这个红卫仪 就是量某一个星系 你要知道它的光谱 它属于哪一种星系 它正常光谱是怎么样 然后它红移了多少 其实那个它的光谱 那个分布本身就告诉你 它是我们所了解的怎么样的星系 所以就量这个红卫仪了多少 可是卫仪了多少是什么 那这边的画是什么 就跟你日常经验一样 你另外一个听法是像听飞机 你如果去飞机场附近 飞机冲过来的时候是 对不对 一旦过去就 是吧 对不起 我的表演能力有问题 所以那个可能 那个差别性会比 你平常在都市里生活的救护车 更突出一点 所以红卫仪也者就是它向红移动 可是还有个移动了多少的概念 那移动了多少 表示像那个飞机冲向你是有多快 好 所以你如果这个概念原来搞不大清楚的话 那我们就看到说 那在这里有一个也不是矛盾 而是说还有一个更底层的结构 早期这个研究 我们要有方法去直接测量一个星体 它在远离我们的速度 就是它的位置 它在远离我们的速度 然后来看这个光谱的红卫仪 校正过了以后 那到远距离也是一样 所有的测量都是校正很重要 那我们在这里完全没有去提这个校正 你如果熟悉的就是我们需要有一个标准蜡烛 有个standard candle 放在不同的距离 然后做相同的事情 我知道它的距离 然后就定出来 所以这背后有很多很多的测量学的学问 那只是我们得到数字化的话 就是那个我要量一个 你就想一个分布 然后它移动了 移动了多少 是一个可测量的事情 能量到什么0.05 0.1的 那因为我校正过了 后来就发现 有这么一个 这个在这里所画出来 这不是说我想象的 是我经验证明说 好像不同的距离 越远 红卫仪就越大 红卫仪 我已经不再去解释它了 得到一个定律是叫 红卫仪跟距离成正比 那这个距离不得了 已经是以十亿光年纪 这已经是二十世纪 前半段开始 人们才到达这个能力范围 那怎么到达的 我们在第一堂课就好像就提过嘛 就是哈勃望远镜的名字的由来 哈勃这个人 这个尔文哈勃 这边我很快就跳出来了 红卫仪与距离成正比 这个叫做哈勃定律 那这个是我们建立前面 那个一百四十亿光年的图像 或者这个什么三十到二十二十这个 survey的范围里面所看到的 随着距离的这个变化 那那个如果你没有完全能够掌握 没有关系啦 那只让你感觉到 人们怎么在做研究 那可是这个哈勃定律大概在一九二零年代 借着这种一百寸二点五米 就是比一个人还要大 这边镜头放在这 那个望远镜的镜片反射镜放在这里 这里有不是这里更大啊 这个镜面本身在这个里面 是二点五米 就比你的大小还要大的一个镜面 那这个是在二十世纪初 在加州的Mount Wilson 天文台建立起来的 并不是哈勃建的 可是哈勃被请去使用这个望远镜 那他做了很多这样的工作 也是他确定 那个先你做大星系 不是星云是星系等等啊 那另外他进一步发现说 各个星系都在互相远 这个话也不完全成立 像那个Virgo Cluster 他彼此是在转的 不符合这个定理 可是你越往外 你发现星系都在彼此远 而且呢 什么叫红位移与距离城镇 比如把这个字兜起来 那个 这个光源 那个星系 跑得越快 远离我们 他就越往红 对不对 那就是红位移就越大 红 对不对 那就是红位移就越大 可是定律是什么呢 跟距离城镇比 越远的星系 他远离我们的速度就越快 而且是一个正比的关系 这个哈勃定律 越远越快 那得到什么结论呢 越远的星系就是更久以前 那更久以前就跑得更快 那所以在1920年代出现一个观测上 从哈勃定律得到一个结论 宇宙可以倒推回去 因为很久以前他跑得更快 那我倒推回去 整个宇宙就缩回去 有这个感觉没有 你如果感觉不清晰就请你举手啊 因为这个是我们今天介绍这个 宇宙初始的重点概念 讲起来很简单 可是呢我希望你真的能够体会 因着观测上看到 各星系相互远离 而且越远就跑得越快 可是越远就是越久以前 对不对 因为我们看到一百亿光年前 一百亿光年距离的星 他的星光 星系的光是一百亿年前发出来的 这是一百亿年前的事情 他跑得更快 所以整个我们看到这一百四十亿光年的宇宙 其实你把它做一个时间的推演的话 一百四十亿年前他是回到一个点去的 所以这就是宇宙膨胀的观测证据 那这边这句话也是从书里超过来的 我觉得宇宙学的事情要清楚掌握 并不容易 所以你如果只达到朦胧的阶段 不用担心啦 因为多半人都是如此啦 你可以把这刚讲是回到一点 那什么叫做宇呢 上下四方 可是什么叫空间呢 所以这边那个红框框 标起来是什么呢 你可以把整个空间想成是说回去的 是空间把它拉出来了 那星系拉着跑 那实际上这样一个概念 这也是人推演出来说 宇宙膨胀不是星星好像炸出来 其实是整个空间扩展出来 所以这边我们有 我没有写的把它一行一行关联起来 红卫语与距离成正比 就是越远的跑得越快 那你会看到说很远方的东西 它其实很久以前是很靠近的 那在这里当然比较数学算术的部分 我们都完全略过了 只是呢人们得到一个说法说 其实是整个空间本来不存在 不是说有一个141万光年的空间 然后呢这些星系从一点跑出来 而是是星系的存在 物质的存在 好像定义了那个空间的存在 或者空间拉动的星系 我们不是在讲玄学 只是要怎么了解 这边讲的宇宙膨胀这个事情 那我们前面讲的这个 我们看到宇宙 所能看到的接近边缘的地方 它的红卫语 红卫语越大就是速度越快 它的红卫语已经达到 那个远离我们的速度到达光速90% 所以你想说原始的那个事件是 要说它是爆炸有人会反对吧 可是是蛮像是一个剧烈的事情 可这个剧烈比较像是空间被创造出来 跟着物质 好吧没有关系 这个也是宇宙认识宇宙有趣的部分嘛 是吧这种朦胧感 这边这个是叫做 Hubble Ultra Deep Field 如果Defield就是希望看得尽量远 那就是Hubble望远镜定了一个方向 然后就一直记录那个光 那Ultra Deep Field就是希望看得更 所以它就把那个视野 说得更小 然后曝光的时间更久 希望看得尽量远 那反正这都已经是远远小于月亮的盘面 就想说空间上很小很小的一个范围 那你去看的话我想 这是一颗星没有问题对不对 这也是一颗星 其他还有哪里有星 我就这边下面还有一颗星 这边有一颗星 这边有一颗星 这都是一个点光源的光学现象 我们也不解释了 所以你可以把星星 其实是可以过滤掉的 剩下的没有这种十字结构的 这个是应该进一步探讨 我刚刚纯粹用目视法 所有的其他的 有一点点形状的 即使很小的点都是星系 我希望你都会为这事情感到震撼 这边是以我们对星系的形成 跟星系的发光的了解 这个Ultra D Field是看到了130亿光年的距离 有星系在130亿光年前 这个Ultra D Field可以捕捉得到它 可是是非常狭窄的一个角度范围 所以人们如果仔细去数在这个曝光度范围之内 这一张照片里有一万个信息 那你如果想像说我们在一个十万光年大小 就像这么一个 也许比较像这个 像这个 可是这种都是很靠近的 对不对 它蛮大的 对不对 那 那这边有一万个 银河系是比较大型的啦 那很多小型的 可是你能拍到的越远的 多半都是比较大的 你想像吗 这里面有一万个银河系 在这个里面 非常小的角度范围内 那这个范围太大了 我们来看这里 我们把这一块再拉出来 你看到这边 这样子三颗 你如果回过头来看的话 是不是就是这三颗 包括这边这个细长的 是这个细长的 所以 这是一个更小的角度范围 那有各种的星系 那我希望你感受到那个震撼 我们不是在看一张图片 好像也在看过去 那 这样子一个星系 这边可能有十万光年的大小 我们讲的所谓exoplanet啊 是不是有外星人啊等等 都是可问的问题 好 那 可是我们现在只是在观测了 我们来看这一个 你看它光的 它当然有点不规则 可是它光的亮的方式 接下来这两个圈圈是我自己打的 不是一个真正的研究的结论 那我可以约略估计说 它就是白白亮亮的 我想这边想说看一百三十亿光年之远 那我想这个可能就 这可以去探讨的啊 你可以测量它的距离 我相信这个可能就是几亿光年 所以大概就是在宇宙一百三十亿岁的时候 的一个图像 跟我们差不多 可能是五亿十亿二十亿年前 可是没有多远 可是你看这一个 有没有看到 小小的 朦胧的 这是我随意写的啊 红红的 那我以这个做举例 说你去找这种 我做这个alter deep field 就是希望看的尽量远 那我甚至就要考虑说 我这个浦线如果像红仪了 它整个都会变暗淡 可是我捕捉到说 我根据它的红仪 红卫仪 我在这里随手写的 它也许是一个 在一百三十亿年前 所发的光到达我们的 假定我算出来是这样 我估计出来是这样的话 那我就说我找到一个星系 它在宇宙八亿十亿年的时候 所发射的光是这个样子 这只是举例啦 就是说做这样子的研究工作 那显然我这样随口讲的话 都是可以根据模型经验 来做讨论研究的 那也可以让别人来做检验 我这边要干嘛 我现在搞不清楚 我怎么换过来 OK 我现在终于要解释 我们并不是在宇宙的中央 这句话我已经标出来很久了 那理由是因为说我们在这里 这个我们在Virgo Supercluster 那Virgo Supercluster 是我们这边的坐标系的原点 那也没错 我们就是在这里观测的 前面这些Ultra Deep Field等等 都是从这一点 用高倍率望远镜 常识曝光所做的研究 那我们先来说明 我们怎么样不是在宇宙的中央 那这是书上的话嘛 所以就去学着体会 你想说所有的星系都 直接用甘子相连 那如果这些甘子都同步的 这个延伸的话 那你看到的 就会像我们所看到的 大家都互相远离 那 可是呢 没有谁是原点 那这个你就自己去 就是你看不到任何的变化 这边写的 这个三角形形状不变 不会扭曲 那这个就跟我们所看到的 非常类似 另外一个比方是这样子 是一个把三维想象成二维 你像你吹一个气球 那 吹气球的时候 那个气球膨胀了 那个气球表面面积就变大 对不对 那你在气球表面上 你想两只蚂蚁 你就看到他们在互相远离 那 蚂蚁都没有缺乏这样的侦测能力 就是你如果去侦测的话 蚂蚁就说你离我远 那一只蚂蚁也说 你在雨离我越来越远 都会直观的认为 我是在观测的中心 可是如果想成不满了蚂蚁的话 大家都在互相远离 那当你说吹气球有个吹气球的点 你就想说是一个在膨胀的气球 它的表面在胀大的时候 每一点的距离都在膨胀 可是一个气球的表面 哪里是圆点呢 所以就告诉你说 我们 并不能说 宇宙中央是在哪里 那我们前面也说一个概念就是 根据我们的观察 好像整个宇宙 现在有140 可看到的140亿光年的大小 可是140亿年前 他回缩到一个点 可是不管是我们 是仙女座星系 或者那140亿光年外 当然140亿光年外 我们看到的是140亿年前 可是呢 他的现在 他如果在看我们的话 我们彼此互看是一样 OK 当然啦 140亿光年外的 那一个观察者 看不到现在的我们 因为我们现在的光 被他看到是要再过140亿年 好 那这边很多的变换 我想我们就不去解释了 不去 我想 我们也不用进入专业了 那我刚刚 不管是这个杆子的比方 或者把三维降到二维 一个膨胀的球体的表面 距离的互相远离 那你看不到一个圆点的概念 那所以 全宇宙收回圆一点 一个点 那每一个观测者 都可以认为 他是从那个原始的点出来的 有任何 对这个 这句话有任何的疑问吗 我们不是来讲玄学 这都是一个可认知的事情 有没有问题 好吧 这个 好好去体会 好 我们现在 照书的这个讲法 稍微跳脱一下 我应该在这里 先摆一个 那个 Gamilio的那个 Perspiculum 就是当初的 他的那个 透镜式望远镜 那 这个不是透镜式望远镜 这边是一个反射镜望远镜 2.5米 那我们前面讲的一切 除了 光谱学等等之外 一个必要的 就是望远镜的 也不是眼镜啦 就是 越来越 大的望远镜 那有一句 打熟悉的 中文在这里 那显然的 我们不是 我们讲都是可观测的 可检验的 可讨论的 不是在讲玄学 那我们就来看看这个望远镜在当代有哪一些 如果前面是2.5米的话 现在全世界 最大的 望远镜 是 是那个双胞胎 叫做Cat望远镜 镜面 你几乎可以看得到的 在这里 你看到这里啊 这个是一个巴士 就是10米的 那个 双望远镜 叫做Cat Telescope 它位置在夏威夷的大岛 你看如果记得我们介绍过夏威夷的大岛的话 夏威夷的大岛上有两座很大很大的火山 超过4000公尺 这边写的 望远镜的高度 放在4145米 Malnakeia 好像就是白顶的山里 白头山 长白山 它没有长白吧 它只是以夏威夷算是 接近二代型的气候 那个山顶 是可以积雪的 在离它不远 那高度是4139公尺 有这个 有没有会念这个 我不知道我讲过没有 SUBARU 所以我记得小时候读过说什么 日本人很可恶 SUBARU 要SUBAR中国大陆什么的 那是非常错误的概念 SUBARU是日文的 中文讲就是 就是卯 卯星 卯秀 那我们介绍过卯秀 对不对 我们介绍过没有 有没有人看过七仙女 亲眼肉眼看过的 看过嘛 所以除了这位双胞胎兄弟之外 其他人都没有看过 亲眼看过七仙女 太可惜了 也是这样肉眼可见 你如果知道他的方位的话 你就去看 你就看到他在那边 闪闪朦朦的 的确是不止一颗 所以感觉很漂亮 很像什么呢 很像钻石的手势 对不对 因为钻石就是在那边 一闪一闪的 而且是不同的点在闪 对不对 因为你稍微动一点点 所以微的光线稍微动一点点 那个反射的角度等等就会变化 所以日本人很喜欢这个 觉得他很像一个手势 所以是他们很喜爱的 所以用这个字 SUBARU 8.3米也是一个很重要的望远镜 那欧洲人呢 在南半球智力 这个是在2635米 叫做这个 European Southern Observatory 是四座 他们叫做 Very Large Telescope VLT 四座 跟这个差不多的大 的望远镜 那这些是现在光学望远镜的主力 不过现在全世界在希望在筹建 更大型的 那个超大型的光学望远镜 所以就看到了 这些是光学望远镜 就跟那个 Galio用的一样 只是这些都是反射镜 而且这些镜面 到达这么大的镜面 都不是一个镜面 是很多镜面复合起来的 嗯 然后 为什么要放到很高的地方 就是减少中间的大气 这边讲的 我们不断的用 像那个Survey 都是照相 那照相甚至于 这边用CCCD 十年前大家搞不清楚 CCD是什么 到现在大家都几乎知道 CCD是什么 都会嘴巴上念CCD 不过 更头鼠一点就是 大家所讲的话数 差不多是CCD了 Pixel 那 有人知道 CCD是什么 电机器的不准打 这个 CCD 是什么东西的缩写 好吧 电机器的打一下 哈哈哈 现在电机器的也不知道了 Charge Couple Device 就是电荷偶核的元件 好吧好吧 这个 所以这个是直接电子化的 而且你如果用过 那个CC的照相镜就知道 对吧 他碰到 他其实比较适合照暗点的东西 碰到太亮的 你那个背后的电脑就不断要调整 说我要怎么去做 决定他的曝光 那所以CDCD是非常灵敏的 然后是电子化的 直接就送出的电子讯号 不是一个照相底片 所以有很大的背后的改进 那 那 这个是光学望远镜 那再过几年 这边写的 预计2014年发射的 要取代哈勃太空望远镜 跟你想象中很不一样 说这个望远镜 送上太空太奇特了 哈勃望远镜看起来正统一点 对不对 一个统状结构 这个呢 不是 这边写的6.5米 这边的直径是6.5米 所以一个人 只比这边这个 你看很多六角形的块组成的 这边叫做 James Webb Space Telescope ST是Space Telescope 那James Webb 大概是世纪初改的名 本来的话 他叫做 Next Generation Space Telescope 他主要是在红外光 之所以会这个结构 当然一方面是他的结构体 另外一方面 这边是他的打光片 好吧 我想也不细讲了 反正这个是 再过几年 你就会看到他升空 那跟Space Telescope 不一样的什么 你说为什么他的造型 跟传统的Telescope 很不一样 理由是他要放到所谓的L2这个点 那L2是什么呢 Lagrange点 那我也不解释了 你看到这边有一个什么L1 L2 L3 L4 L5 这些点是什么 这个是太阳 这个是地球 那在这些点呢 太阳跟地球的重力是平衡的 所以他会跟着这个系统一起转 所以L2这个点是什么呢 你看到它是什么 跟地球太阳连成一线 可是地球跟太阳 对它的重力影响是一致的 所以你把东西放到L2这个点 其实任何的Lagrange点 它原则上不偏离那个点的时候 它就会停在那个点 跟着地球一起转 了解吗 因为地球跟太阳 对它的重力影响是一样的 可是L2的这一点的特殊性是什么呢 我如果太阳光是从这个底下来的话 那我这个挡光片上一挡就好了 OK 那我的望远镜就往这个方向看 只要不要接近到太阳的光向 就是漆黑一片 了解吗 没有大气 那可是 那个哈勃望远镜是在低轨道 所以它在绕着地球转 这个没有在绕地球转 它是跟着地球一起绕着太阳转 这个Lagrange point 所以呢 它的设计 它不需要整个包起来 那这就减轻了它的材料上的负担 等等等等 这都是考量 所以 那其他的Lagrange point呢 就没有这么好啦 所以L2的点 最近流行起来 我们等一下还会再看到 EASER 是跟NASA对应的 European Space Agency 那它们在将近一年前 发射了这个太空载具 那送进 这个 就是整个的发射就是要把 这一个船送上太空 那里面有两个望远镜 一个叫Herschel Herschel你记得吧 那另外一个叫Plank 两个都放置到 L2这个点 那这边就标出来了 我想L2 我不再解释了 太阳在这里 地球在这里 那 它的想象图 像是这个样子 那这个你可以实际去拍了 不过太空缩飞不到它了 这个是 这就看到说它 地球在转的时候 它就 被地球太阳的引力一起 它就这样转下去 那所以看Herschel 也开始长得跟 那个 哈勃不一样 他在这边 像装了一个盔甲 对不对 把光挡掉了 然后他就可以去看 那怎么个看法呢 这个是他当初的镜片的设计 所以比人将近大一倍 的一个望远镜 那我们来看看比较一下 如果这个是人的大小的话 哈勃望远镜 比人大一点点 那Herschel差不多是人的 大小的两倍大 可是这个James Webb 就比人大个 三倍左右 三倍多 三四倍 那这边弄出一个光谱线 哈勃 这好像没有对好了 哈勃基本上是在可见光 那可是James Webb 他也可以看可见光 可是他的主要任务是 走向红外线 那James Webb 是这个大的 那Herschel呢 是到远红外线 红外线人员已经不能见 可是远红外线已经开始 接上微波了 所以这个是欧洲人发射的 这个太空望远镜 可是你可以看到说 这望远镜送上太空 哈勃送上太空 主要就是因为在地上 即使是像前面十米的望远镜 放在地上的话 我们曾经提过 你要做adaptive的光学 要设法把大气的扰动 把它滤掉 那你送上太空的理由 像哈勃的话 就是没有大气 那 你把它操控的好 你可以固定方向 一直拍一直拍一直拍 没有晚上早晨 那 那可是将来型的 赫修已经是现在了 那 James Webb再过几年发射的话 还要什么呢 是人也不能看见的 那不只是这样 我们要想一想 为什么我们 看见可见光 我们可以复习一下 也包括在给你介绍一个概念 你要感谢我们的大气层 它不只提供 让你呼吸等等之外 那我们这边 顺带给你介绍 好我们先看一下这个 这边在写什么 这一段是无线电波 然后 波长往右边就越来越短 所以红外光在这个 不是跟下面的距离 这个纯粹是它的谱线 上面是谱线 下面是随意的一个山的地形 这边是山的高度 山的高度到大气层的高度 这可见光是以平谱来讲 是很窄的一个范围 7000anström我们已经看不见了 3000anström我们也基本上看不见了 3000大概看得见了 那7000更长的光就是红外光 比3000更短 anström 是那个ultraviolet 你看这个infrared就是在red之内 infra ir uv是ultraviolet 在紫色之外 那uv在定义到一段范围之内以后 再往上是x射线 再往上更短的波长是gamma射线 所以这个是电磁波的那个波长跟能谱 波长从这边1米1公里到微波是一个 通常微波是在millimeter的范围 再往上就是叫电波一般的电波了 无线电波 那所以微波跟这个远红外线是交界的 那这边有标上面又在标出说 这个我想不是他都能理解了 你大概听过啦 光是以一颗一颗的光子传递 所以一个特定的波长 一颗光子就带着特定的能量 那上面就标出来了 单颗光子的能量 我们这边介绍了这个背景以后 我们来看这个图在想要说明什么 这个是地面 那就看到说在地面 我们可以接收电波 你说老师我这个不是很懂 其实你懂得的 你天天在看电视听收音机 就是靠这个 懂吗 打手机 所以 这个电波的范围 到几十米的波长 到 接近微波的波长 在大气层里是可以传递 所以我们有各种的通讯设备 电机系的就业一个一大 一大条件 现在比较少了 可是当年啊 就是这个电波的通讯传递等等 那为什么可以用雷达 大气对 一般称的无线电波范围 是透明的 是可以传递的 可以传递几千公尺 几千公里远 都没有问题 所以电波是很容易 在电穴上又很容易掌控 那电波回到三百年前 人们毫无所知 一百五十年前都毫无所知 因为有电波这一种事 是要到马克斯威尔之后 前后 19世纪中业之后 藉着物理学的贡献 才有电机系的就业的 我们回到可见光了 什么叫可见光 可见光 visible 就是可见嘛 是不是 这个开始跟演化学有一点接触了 那当然 人体的结构 不可能去看电波 生物结构 无法去看电波 可是可见光就真巧 是一般化学反应 会释放的范围 可是呢 这又回到一个 回到某种的人本主义了 所谓的可见光 其实它的字的来源就是 人看得见 可是它真的妙处在于说 这个波长范围 蛮随意的 可是呢 大气对它基本上是透明的 这是一个非常大的巧合 我们的大气成分 改一些 譬如说一团云进来就挡掉了 什么叫一团云进来呢 一堆水气 它就把可见光滤掉了 为什么云变黑呢 就是因为太阳光透不过它 它就看起来黑了 它的可见光都被滤掉了 所以人到达地面的是可见光 那所以不管是叶绿素的发展 不只是人呢 我们介绍过眼睛的发展的呗 所有的视觉 跟这一个巧合是有关联 可是这个巧合又 跟化学反应 配合度 极佳了 那 红外光没有什么关系啦 可能大家都知道说紫外光照久了 会得皮肤癌 是吧 拿什么 PF值啊什么什么的 要保护 特别你上山滑雪的话 或者登高山的话 那人们所原来不知道的 一百多年前不知道的这个 Xray Gamma Ray呢 也是一样 不知道的原因之一就是因为 在地表上侦测不到 那所以这个都是被我们的大气 绿掉的 我讲了半天说这个跟 其实跟演化有关啊 跟宇宙的预备有关啊 可以讨论 可是 我只给你做这个可见光的名词解释 那可是跟我们今天 现在讲的是什么 望远镜的关联是什么呢 所以我们有电波望远镜 电波望远镜是后来的 所以呢 1610年 1月 是吧 不是考题出的 说 Gabrileo用望远镜 看了木星 发现木星有卫星 那就是可见光 所以望远镜早期的发展是可见光 可是 像 那个 台大跟中文院合作的 就是 微波望远镜 微波望远镜啊 它看起来不像的望远镜 其实跟这个开始有一点点像 啊 糟糕 太多了 跟这个还是蛮不像的 所以电波望远镜包括我们介绍的 对吧 有那种什么几百米大的电波望远镜 还有望远镜 不是找那个SETI要去找ET的 ET通讯的 电波望远镜阵列 现在了解了 它可以在地上做电波望远镜 是因为它可以穿透到地面 可以看到天上 那可见光可以 可是呢 黄外光 紫外光 X射线 就都不行 所以前面讲的Herschel 跟那个James Webb 都是 黄外光 远黄外光的 就得 超越大气 所以这是为什么他们是太空望远镜 哈勃 动机不一样 它就是要超越大气 减少大气的 软软的 的扰动 好我们再介绍望远镜 最后来介绍 不像望远镜的东西 其实我们已经 已经讲过 X光太空望远镜 那个Chandra 那大概在1960年代 人们开始用火箭发射 X光侦测器 那跟这个还长得有一点点像望远镜 因为后来发展的技术 也得诺贝尔讲的 就是真的像是一个望远镜 可以聚焦的 那所以X光望远镜 现在已经发展得很好了 是一个很重要的工具 是一个很重要的工具 那在去年 去年6月啦 有这个 现在叫称为Fermi-Lat 那是一个Gamma Ray Telescope 长得颇不像望远镜了 对不对 他算是一个高能实验在天上 好吧我想我们 可能还可以再 还有这个 所以关于望远镜 我希望 以这张图的话你就看到说 人类的眼睛啦 世界 视野 视野不断的在扩展 不同的波段 没有入地 其实也有入地啦 我们不讲 今天不讲那个部分 那有各种的望远镜 送到太空去 我们今天来结尾 今天讲的比我预想的慢 我们预备一下 说这个 下一堂我们要来探讨 我们在前两堂的时候 介绍过说 猩猩的生命 周期 是我们 身体 构成物 这些元素的来源 对吧 那我们说原始的氢是从大爆炸而来 是怎么样的事情 这些问题 要到 下一章来解决 可是呢 我们先 回过头来解释一下 那个 对不起 前面所看到的照片 那也是因为这一章介绍过这几个概念 看这边写的 our world line 是什么意思呢 这个 往上走的这条线 是时间的方向 所以很久以前 然后时间 我们就 我 我记得在跑动 可是对地球来讲 这个时间 时日就 不断推移 到现在这一点 那然后呢 这是我们的叫做world line our world的line 叫世界线 远方某一个星系 我们看到它过去的光 所以它有它自己的world line 画成虚线是因为这些位置我们看不到 我们现在在这个位置 看到一个星系 什么叫这个位置呢 我们在现在这一点看到 可是呢 看到的光是以前的 对不对 这不叫以前吗 这越往下推就是越来越久以前 对不对 这是我们现在的时间 所以时间是这个轴 在这个位置的光 是它沿着这个轨迹发展 这是它的世界线 它发的光 我们现在看到了 所以这个 这边这个弯曲的线叫做光锥 可以想成是 绕一圈 可是这个垂直于这个时间的方向的 实际上是一个三维空间 无法直接在这里想一下 你可以想成 XY轴 好这个 你如果不能完全掌握什么叫光锥的话 我们 好我们现在是在宇宙大概137亿岁了 我们来看看前面打过的这个图 这个图几乎对我们正常来讲就是很小的一点 因为比月亮的盘面小很多 可是我们用这个高级望远镜把它解像出来了 我曾经说 这个大概是130亿年的时候 假定这个时间是130亿年 是130亿岁 我们现在在宇宙137亿岁 所以这个大概 7亿8亿年前发出的光 那光就是在这个范围里跑 光速前进是像这个样子 你现在不完全理解 我解释完了 希望你约略理解 所以 7、8亿年前 在宇宙130亿岁的时候 这一个星系 发出的光 经过7、8亿年 到达我们现在这个位置 我看到了嘛 对不对 所以这是这个东西的描述 可是这一个呢 我说是 宇宙8亿年的时候 那我这边用 红色虚线标出来了 宇宙8亿岁的时候 那差不多130亿年前 为什么用红色的光呢 因为它的红位仪很大 距离越远 它跑得越快 所以 在宇宙8亿岁的时候 它飞离我们的速度 可能有7、80%的光速 所以光很红 可是呢 它跑了130亿年 到差不多它的位置了 它们就一同再跑了 因为这个距离 视角的距离没有差很大 我们就在同一个视角之内看到它 那我把这两条线画得尽量接近 因为这个视野还有一个范围 还是这样 你没有完全理解 没有关系 只是你把这一个图 我们都在 我们现在地球上 这个时间照下了这张图 可是 这个是130亿年前的光 这个是7、8亿年前的光 那我们了解了它的红卫仪 知道了它的距离 那我们是在这个位置看到的 它呢 在更早的时间 或更晚的时间 光都没有到达我 还没有到达我们 所以我们只能看到 这个时候的光 所以我想你 借着这个来了解 书上这一个图 有这个所谓的世界线 有所谓我们现在的位置的光追 那就是光速跑的 也就是我们望远镜可看的范围 我们看到以前的事物 你去体会一下 那我想今天这个整个课 讲的是宇宙的大 那宇宙的大 包括它的膨胀 这个观测 我们介绍的望远镜 那我想这个跟前半个学期 是有所不同 那你就好好去体会 东西可能会越来越悬 越来越难体会 有问题大家可以 私下来问